今天我們就來挑戰一個香港的三尖山 就是在屯門的青山 首先我們可以坐港鐵去到屯門站 然後A出口就是這個杯道路出 出去之後就轉右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紅綠燈在橋底的下面 在橋底下面再過馬路 然後就繼續直行 之後就會看到這條紅長路 跟著前面的人過馬路 然後就繼續向著剛才那條大路 繼續向前走 走到街尾之後就會看到青雲路 之後就繼續向前方 我們要上天橋過對面馬路 一落回天橋之後就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公園仔 沿著這條路繼續向前走 走到盡頭 走到盡頭 看上去就已經看到屯門青山 我們要上前方 這個尖尖的位置 這個就是屯門青山 然後轉左邊就會看到Ivy這間學院 沿著旁邊這條路 就繼續向前走 走到沒多久就會看到這個路口 就寫著譚和字 也都有一座 好像排方的樣子 就是這個路口 向上走 這條路沿途有很多寺廟和廟宇 也有民居住宅在這裡 沿著這條青山寺 繼續走上去 沿途這裡暫時都是斜路 一開始走上去的斜路就沒有那麼斜 但越走越來越斜 這裡有一座叫青山蟬縣 這個也很有名 因為電影《龍珍虎斗》曾經在裡面拍攝過 大概上了15分鐘的斜路 就會看到最後這個排庭 之後就在左邊繼續上這條斜路 轉向這個彎就會看到這個青山寺 青雲觀 也可以坐在這裡拍照 走完最後一個斜路的彎位 之後就會開始上樓梯 一直沿著黃色的欄杆上去 我們開始上樓梯了 不知道有多少級樓梯 好像有幾千級樓梯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分岔路後 就會有一塊牌 寫著青山勁的 所以我們就向右手邊 這條樓梯繼續上去 又到不斷上樓梯的時間 幸好拉到樓梯也算很遠 而且不算太大級 沿途就會開始看回屯門的風景 這邊就是黃金海岸 其實現在不斷上樓梯 樓梯不算太大級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不過就是很累 因為不斷上樓梯 走這些樓梯是累一點 而且要喝水 不斷要 我們上了黃色欄杆的樓梯之後 我們就已經看到整個青山的景 這裡其實我們已經差不多走到一半左右 還有一半的路程 上山就到山頂了 再看左邊的景色 整個屯門碼頭的景色 黃金海岸那邊的景色 也看到了 我們走完黃色欄杆 好遠一點的樓梯之後 就來到這一邊的樓梯 這邊的石階 就會比較難走一點 還有一些凹凸不平位 開始越來越難度高一點 好 難度就一級一級開始高了 原因是這裡的石階 就越來越岩殘 而且越來越大級和斜 其實真的會越來越大級了 然後 沿那麼遠都是不斷地走這些石階 Bing 然後沿後沿河 直接走這些石階 較了 沿路走到這些位置 射力 因為不是太穩陣 上到大概400米左右 已經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色 就是屯門下面的景色 我們快就上到青山山頂了 過了剛剛的位置 這裡的路更加崎嶇難走 要小心一點 因為比較多碎石和線 走到累的時候 沿途都會有大塊的石 可以坐下來 休息一下喝點水 上完這幾級 我們就到香港3,000之一的屯門青山了 青山有583米高 我們從剛才屯門的港鐵站上到這裡 大概用了兩個小時左右 在尾段的樓梯 大家真的會吃力一點 辛苦一點 上到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停 讓大家休息一會 這裡還可以有很多打卡位拍照 在一個停 繼續向前走多一點 就會有這條樓梯 走下去一點 就會拍到龍骨灘的景色 這裡有一塊石 可以坐在這裡拍照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卡位 在一個停旁邊 會看到青山的發射站 這裡一定要走到發射站 因為風景是一流 我們現在沿著旁邊的斜路 走到青山發射站 在這個位置高了 看回頭龍骨灘的山位 是更漂亮的 真的好像去了外國的大客谷 這塊石 就是最重點的打卡位 真的拍到整個景色很漂亮 好了 我們拍完青山的景色之後 我們就沿路下回剛才的庭 之後再沿路剛才上來的樓梯 下去了 我們沒有走到另外一邊 去梁景那邊 因為我們拍照也拍了很久 而且那裡比較多沙石 慢慢走下去 還可以繼續看多一次這個沿路的景色 好了 今天走完這個青山 其實不是真的太難走 因為主要都是樓梯多 其實不算太斜 只是上面的石級是比較高 下來的時候有點辛苦 但其實這裡也不算很三尖 我當初以為是很斜 180度上去就沒有 我覺得這裡真的不算很難度高 很難走 我們這次是沿路折板 因為我們不是太夠時間 上面青山真的拍了很多照 但這裡的風景是真的很漂亮 超級漂亮 因為看整個屯門的景色 都是很棒的 所以這裡也是很推薦大家來走青山 而且難度不算太高 所以都比較容易一點 我覺得 對比我上次在屯門走的九徑山 我覺得這裡的風景是比那邊更漂亮 而且這裡是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那裡都是很多樓梯的 但我們下的時候可能都比較難 因為我們現在沿路折板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比較容易一點 而且風景是比較漂亮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